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村子附近的群山叫云峰山 又因为这里的群山有九道山脊就像是九条龙一样 因此又叫九龙山 在九龙山下就是今代皇帝皇后后妃和宗室诸王的陵墓 这片区就是金国时期的皇家陵区 就在这片区有一座传说中的金武竹墓 难道他真的葬在北京吗 接下来咱们去一探究竟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金陵 大家看前面这座石排放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从石排放一直往前走 走了好久好久 手机都没信号了 结果发现走错了 金陵的位置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这座石排放是后来景区修建的 我一会会带大家看一下金陵的现状 咱们先去找传说中的金武竹墓 大家看从这个方向能看到金陵 这就是金陵 咱们一会过去 继继续找木 这边这路 这叶子都盖住了 走这个路就得小心 这边 这个就是现代的坟 从远都看都看不出来 这么滑 这边全是坟 大家看 这应该就是当年建筑上的构件 这很明显了 这个都是 就说明 就我手指的这边区就是 这都是坟 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能踩人家坟上 这个也是当年建筑的条石 看见条石了 那棵树就在附近了 我好像看到了是不是那棵树 我好像看到了是不是那棵 就是这棵树没错 就是这棵树没错 就是它 你看 这就是网友说的那棵树 看到这棵树了 就说明已经到了 金武竹的墓 那也是条石 大家看 这片区域 就是传说中的金武竹墓 关于金武竹埋葬地 基本上是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黑龙家阿成 这里是金武竹的老家 在完颜亮千都千灵之前 金太祖 完颜阿古达等金朝先祖 基本上都葬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河南汝州 据说这个地方 有几百位姓完颜的人 他们都是金武竹的后裔 最初这个地方 也有一座金武竹墓 墓碑刻的是金完颜四太子之墓 但这种说法 我个人觉得不太靠谱 就算真有墓 也是一座衣冠种 第三种说法 就是我身后北京房山的精灵 那金武竹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为何说他葬在北京房山精灵呢 在聊这个问题前 得先简单地聊一下这位墓主人 关于这位墓主人 金武竹多数朋友并不陌生 这个人就是岳飞赚着 大家二叔能详的岳飞死对头 他的名字应该叫完颜宗碧 又叫完颜武竹 他的身份很尊贵 是金太祖 完颜阿古达的第四个儿子 根据金史中的记载 说金武竹为人豪放 胆勇过人 特别擅长骑舍 而且善于用兵 他还多次随军颇辽 追击辽国末代皇帝天作帝 后来又跟随他的哥哥 完颜宗望 率领大军攻下开封 俘虏灰尖二弟 北宋绵王 这就是历史上 靖康之志 北宋绵王后 赵构建立了南宋 随后金武竹率军开始进行追击 在当时赵构跑到哪 金武竹就追到哪 在这个期间 可把赵构给吓坏了 其实金武竹在和南宋对抗中 是胜少败多 也正因为如此 南宋从抵抗金国大军入侵 到收复师弟 战时开始发生了逆转 而岳飞将军 就是收复故土的南宋第一将 可是就在即将收复北方领土时 宋高宗照顾连发十二道金牌 逼令岳飞扯军 关于岳飞将军 最近会去杭州 到时候去岳飞将军墓 详细的聊聊 在公元141年 南宋与金国搭成绍兴合议 南宋向金国称臣 而且还要割地纳贡 当时岳飞将军被莫须有罪名杀害 岳飞将军死后 绍兴合议正式生效 就在绍兴合议达成的第七年 公元1148年金武竹就去世了 当聊到这儿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金武竹应该是被牛高气死的 后来牛高因为情绪过度兴奋 竟哈哈大笑而忘 其实啊 这是小说的精彩度论 在历史上 金武竹是因病去世的 在金史和宋史中 关于金武竹去世 是有明确记载的 但是 这两本史书 关于他的埋葬地 是没有任何记载的 根据宋史中的记载 说金武竹班师回朝后 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班师回朝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出征的大军返回都城 金武竹时期 金国的都城还没有迁到北京 也就说 他应该是在黑龙江去世的 他的埋葬地也应该是黑龙江 那为何又说金武竹 会埋在北京房山静陵呢 这个问题是和完颜亮 迁都迁灵是有关系的 金武竹因病去世后 他的侄子海灵王完颜亮当又成下了 第二年完颜亮发动了宫廷政变 杀死了当时的皇帝金西宗 这个金西宗也是金武竹的侄子 最终完颜亮成功夺取了金国的皇帝位 不久后完颜亮下令迁都燕京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然后完颜亮在云峰山 也就是九龙山下修建了北京地区 第一座皇家陵园 将金太祖还有金太宗的官国 还有其他的王公贵族的祖坟一起 先后前往北京金陵 据文献记载 当年金陵的面积有60平方公里 规模非常大 但在明朝天启年间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族兴起 明西宗为了切断所谓的龙脉 将金皇陵的地面建筑全部毁掉了 清朝建立后 又对金皇陵进行了多次修起 还修建了宝顶 响殿等地面建筑 但后来在一段时期又遭到了破坏 如今金陵的地面建筑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但这些皇帝的地宫应该是保存满耗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活动板房 就是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的瑞灵 房内就是地宫 瑞灵在帝王陵寝中应该是比较简陋的 它是一处山体岩石开造的 说白了 瑞灵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宫 只是一座树穴石坑墓 就在瑞灵附近70米左右的地方 还有金氏宗的陵墓 据勘测 地宫保存万好没有被当 但地面也没有任何一届了 由于地宫没有被当 瑞灵也是抢救性发掘 因此金氏宗的陵墓只能回田保持原状 也就是说 来金陵的朋友 到了活动板房附近 很可能脚下就是金氏宗的帝宫 这座帝宫和金太祖帝宫不同 他的帝宫是有木道和木门的 从这就可以看出 金代中旗的帝陵已经受到了中原文化较深的影响 开始仿照中原王朝帝陵的帝宫来修建了 根据金鲁图经中的记载 说完颜亮毁掉寺院在寺祭上建灵 安葬了金太祖 金太宗 还有父亲 叔父 最初这片区域有一座云峰寺 也就说完颜亮是拆毁寺庙 在佛像之下遭学为灵的 在这本书中 这个书到底是谁呢 很可能指的就是金武竹 除此之外 关于金武竹墓的故事 当地村民也说 在民国时期 金武竹墓还有一道红墙 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还说 在金武竹的墓顶上 有一座明朝建立的高塔 之所以称高塔指的是牛高 也就是刚才咱们在小说中 气死雾竹笑死牛高的那位 但这座高塔也是在1974年 为了盖学校就地取材 把塔给拆了 总之啊 虽然有很多 关于金武竹被迁葬到了北京房山精灵 但关于他葬在精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 在所谓金武竹墓附近 暂时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石碑 所以啊 关于金武竹埋葬在北京房山精灵 只能是推测 还不能下定论